嗨,大家好,我是娜娜匠,今天继续给大家讲《原事物与千年纪》第二集 光源幼时恋上年仅带他五岁的树木,可因为身份不同,两人只能将这份感情藏于心中 随着光源行了圆福之礼,两人便再没见过面 一阵阵马蹄声传来,桃钟匠和光源叫两只马术,光源拔得头巢 桃钟匠感慨无懈可及的光源真是女人爱慕,男人羡慕 光源调侃头钟匠的追求者不比自己少,头钟匠谦虚自己,只是在文面上略须一筹 互相调侃后,头钟匠弹起了宫中男子口中彩色兼备的美人 他赢的诗,没有人能接下一句,不光是学识,弹奏的乐曲也非常波动人心 其中书法更是令人谬赞,许多学者纷纷登门求教 不仅如此,他还是个爵士美人,这人便是六条玉西索 回去路上,光源想起头钟匠刚刚问起了他妹妹的情况 最近光源都没有去看完他妹妹魁,不知是不是和他妹妹相处得不愉快 头钟匠知道妹妹比较任性,自己表示非常抱歉 希望光源不要和妹妹一般见识 光源想起自己确实很久没去看完魁了 于是叫手下将马车开到了左大臣的府上,准备看往正式魁之上 见到女婿的到来,岳父满心欢喜 最近光源偶然间获得力把精美的罗电书,今天带来赠予魁 可是魁并不领情,他用身体不适的理由回绝了光源的拜访 既然魁不想见自己,光源只好离开 待光源走后,魁默默地拿起了梳子 门来,圣女们感叹魁之上这次又把光源赶了回去 因为魁从小受的是太子妃的教育 而光源也已经被贬为大臣,光源的如此俊美的相貌也是可惜了 原来,在光源受原服之礼那天,就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按照规矩,光源必须要娶妻成婚 而被选中人,是光源的辅佐大人 佐大臣府上的千金,魁之上 不知道是因为光源比魁小四嘴,还是因为身份的问题 魁一开始就与光源性情不和 从前第一面到现在,魁从未的光源敞开过心扉 隔天,光源来到书库想找一本书籍 却被看管书库的大人调侃 没想到笔法精湛,薛誓冤部的光殿下 竟然也会来书库 随后,书库大人附上了上个月歌会上六条写的诗词赠予他 看着这运笔有力,挺顿恰到好处的字 光源一下就被吸引住了 于是立刻赶往六条家求教 六条玉西索是前皇太子的妃子 他不仅长得漂亮,还才华出众 在宫中颇有人望 自从前皇子驾崩以后 六条便不再出门 只是偶尔出席下歌会 生活相对来说比较气景 夜里晚风如此强劲 光源坐着马车赶到了六条的家 六条一夜晚不是拜访的理由拒绝了光源 光源说 自己风雨无阻而来是为了表示诚意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一颗诚心求学的心 能成为他老师的只有六条玉西索大人一人 可六条并不是这一套 六条说自己有选弟子的自由 仅此今晚一次 今晚过后他便不会认他这个弟子 光源礼貌回应 如果师父判断自己无才 那以后绝不再登门 门外狂风依然放肆吹 六条急性腹失 风声萧萧月光佼佼 光源很快对出下一句 光中有声或影或现 两人急性腹失惯了好久 六条对光源改变了看法 希望他下次来的时候 还能带着一颗潜心修学的心 说吧 光源便告辞离去 路上光源称赞六条 真的如人们口中说的那样 名不虚传 虽然有着高贵典雅的气质 却不是谦虚 每句话说的都十分有理 是真正的修身养性之人 这一晚的求学 让光源难以忘怀 不仅仅是六条渊博的学识 而是隔着垂帘之后的优雅举止 和悦耳的话音 还有在月光照射下 那娇美的人资 这样的绝世美人 如果只是当做老师 那就可惜了 另一边 六条的侍女们正在议论光源 光源也正如传说中的那样 一表堂堂 像是从画中出来的一般 侍女问六条大人 光源下次何时会再来 侍女的对话让她有些烦躁 本以为光源只是个受人追捧 自以为是的年轻人 现在看来 这些都是自己的猜想 不久后 宫中大臣们开始议论光源 隔三差五就会去拜访六条 却没有男女之事 只是谈论文学 一心求学 头中将听到后赞扬六条大人 不愧是首屈一指的贵妇人 竟然对光源丝毫不动心 其中一个大臣当中开启了 头中将的玩笑 说他追求了这么久 也没有得到六条的心 头中将无奈大臣们的恋爱观 只是他们之间没有缘分罢了 头中将来的光源寝室 想要套出他和六条的八卦 光源没有理会他 称自己要去散步 头中将好奇地问光源的手下围光 为何今天这么突然要去散步 原来藤湖每月的这天 都会在同一个地方恋情 而光源是为了看藤湖而去的 因为宫中严格的规矩 成年男子不能与宫中妃子见面 所以光源只能趁这一天看看藤湖 光源听着琴声 眼角泛起了泪光 傍晚 本是要去六条府上的光源 突然改道准备去二条路 让本在练习书法的六条愣住了 拿着笔的手微微颤抖 内心十分难过 眼泪也不自觉地划过脸颊 房中 光源想起白天藤湖父亲的样子 脸上露出了笑容 但这终究是一场空 光源便改了计划 还是去了六条那里 六条本有些生气 但听到光源说 因为想念自己而来 六条心中的气也散去 光源隔着垂帘 给六条递了封情书 可纸上却有空无一字 光源解释 那会儿因为心中有太多思念 不屑也罢 六条大人那悦耳的声音 优雅的手指 纤细的肩膀 还有那诱人的双唇 深深地吸引着光源 六条嘴上说着花言巧语 内心却十分喜悦 就着光源又递起来一封信 说是画出了梦中的她 当六条伸手准备拿信时 光源一把将其拉入怀中 嘴里还不忘夸赞六条 有着绝美的容貌 说着两人拥吻在一起 果然自古以来 英雄难过美人观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娜娜都会在全世界里 每天问你找好 我来不来 现在我来就开始 行恨的 剪辱 超梦的 的 靠夜